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常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 因为听到最近 吉保结算所的e-notice的广告 那很多人可能 不是那么清楚这项业务 吉保结算所所推动 这样很重要的业务 到底是什么 那听广告因为短短几十秒 可能内容没有办法说得非常详尽 所以我们干脆一次 把吉保结算所的长官 请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说分明 到底什么是e-notice 这项吉保结算所在推动的业务 以及跟我们一般人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吉保结算所鼓务部的黄德平 黄副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副理是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了 副理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记得上一次访问副理的时候 是在那时候疫情刚刚起来 然后到一个相对的高峰 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挺紧张的 对那时候非常的紧张 因为大家都想说这个疫情 万一严重的影响了整个证券市场的时候 该怎么样后面的一些应用措施 每天都在想 对那我知道那时候都密集的开会 因为都是金融F4 我们吉保结算所在金融F4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时候大家都一什么异地办公 备员中心 吉交所 政交所 吉保 大家都积极的在应变这一次的疫情 不过首先我们这三年疫情也度过了 对那这三年我也看到 吉保结算所推了非常多的新的业务出来 对不对 对那我们今天正好请到您来讲 这个inotis这项业务 是不是来先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吉保结算所 今年的六月底 推出了股物事物电子通知 就我们一般讲inotis这个平台 是不是可以请您先来简单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功能跟规划呢 好 因为吉保公司配合整个主管机关 在推动证券市场要迈向 全球2050的一个净零排放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在主管机关的一个指导下 我们也规划了建制的这个 股物事物的电子通知的平台 就我们讲的 就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inotis平台 那当然这个平台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些股东 它拥有上市上柜新柜公司 以及或是有一些股物代理的一些公开发言公司 假设说公司在股地发放的时候 它现在都用资本 我们希望能够改成用电子通知的方式来提供服务 那当然这个服务在今年的6月30号正式上线了 那上线以来呢 不论是发言公司或是投资人 都非常热烈的一个反应 我们也得到非常热烈的反应 那截至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了700家的上市上柜新柜公司 已经跟我们公司完成了一个签约的部分 那甚至在我们平台上面 也已经有超过10万名的投资人 来登陆这个平台 来完成同意要接收这个鼓励发放的电子通知 OK好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拿到这个鼓励通知都是资本的 都是经过这个中华邮政 然后这个递送的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也蛮浪费纸张的 这个有点看起来不是那么这个环保节能 所以我们干脆就用电子通知就好了 是 所以这个用意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未来是有朝向净零排放 大家减排 那拿到这些资本的东西 到最后也是丢掉 或者说大家觉得说家里空间不大 放在那个地方也占地方 所以干脆用电子通知的方式 对而且这些通知 其实例如说现在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上述会 新贵公司除全期的旺季 对啊最近好多 对所以每天可能您假如投资的股票 可能都会收到这些的资本通知 对那对于投资来讲 我收了这一大堆资本的一些鼓励通知 我要保存 我要整理 都相对的一些非常的困难 对 而且困扰他 尤其是这些通知上面 都有一些他的个资的资料 或者是等等的 是啊是啊 他也不希望说 这个部分能会有一个外泄的风险 那对于发新公司来讲 其实例如说他要发上这些通知 其实是一个耗时耗力 又像主持人讲的浪费纸张 印刷邮寄等等这些成本 都相对对他来高 尤其产生的一个碳排 对于整个环境又是一个产生一个负担 对 所以我们这个in notice 就可以在这个部分达到一个减少 纸张通知的一个排碳的目标 来降 而且来降低整个发行公司 这些寄送的一个成本 对于发行公司来讲 其实就是具体的可以实践他这些企业在实践现在 ESG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对对对 那另外针对投资人来讲 以后他接受了这个电源通知 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他其实可以就可以透过一个查询的功能 他就可以查到他历年来的一个鼓励通知 历年来全部都有 大概三年 我们保存了三年的资料 从现在开始 未来的三年的资料 那当然呢 就成如刚才讲的 他整个整理保存的困扰 也可以免除掉了 来充分保护他的这个整个隐私 那当然 投资人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就是表示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 坚韧减碳 为整个环保 是 环境保护来尽一份心力 对 布林您刚讲说那个三年的资料 我们是怎么起算 例如说 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开办 对 第一年开办 所以我们今年会开始有第一年的资料 对 以后一二三年 对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今年的资料 就会把它先移除掉 OK 至少保存三年 至少保存三年 那是非常方便的 不然的话 你要去了解说 你去年拿到多少的这个鼓励 其实你也不用再去翻看 那个资本的东西 你搞不好都丢到哪里去 都不清楚了 对不对 对 我们就直接打开几宝 结算所的APP 然后一查 过去三年 比如说我有连电 三年连电的鼓励通知 鼓励的资料全部都有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要到我们的 这个古物事物电子通知平台上面 对 古物事物电子通知的平台上面 对 其实这个平台 整个架构是在我们叫做股东一服务 股东一服务 对 股东一服务平台里面 这个平台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到底在股物方面 有哪些可以一化的作用 对 动作 所以我们 例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把 E-Voting 就是电子投票 对 也放在这个平台 其实APP就可以直接连接 对不对 我们的 我们我们吉保有一个叫做 吉保一手掌握的APP 这可以直接连接到 因为我有 我有下载你们的APP 我有去上去查过 说他其实一个 有点击连接 就可以直接到 您刚刚讲那个平台上 对对对 是 是蛮方便的 对对 那如果说是用 那个个人电脑的话 其实我们就上 您刚刚所讲的 这个吉保结算所的 股物事物电子的相关平台上 对对 不过他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要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鼓励通知 对 还是涉及到一些 您的一些的隐私 或是您的个私 对 所以我们也很重视 这个身份认证的一个机制 OK 身份认证的一个机制 这样子 好 所以可能登陆平台 就必须要有一些 比如说 凭证 比如说我们现在 您是自然人 可能自然人凭证 等等 这样子 OK 用自然人凭证去登陆 对 那或者说 有没有其他的登陆方式 我们登陆方式 其实大概 我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有三个 我们先区分了三个大块 OK 假如有手机的话 对 有手机的话 大概就是透过 我们吉保的 一手掌握的app 是 另外呢 就是透过各证券商 下单的app OK 这些都可以做身份验证 因为我们吉保的app 它有开通的一个机制 身份认证的机制 那证券商下单app 有一个凭证的 这个机制 所以透过手机的话 透过这两个app 都可以进到 这个我们这个 谷物 衣服物 就是也可以就会 相对的 就会进到这个 谷物事务电子通知了 好 那另外呢 就是PC的部分 就要用凭证 来登陆这个平台 好 这样听起来的话 用手机更方便 对不对 对 手机确实更方便 你PC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凭证 那我如果用手机的话 其实我已经有吉保的 这个app 然后我也登陆进去了 对不对 我已经是既有的使用者了 其实我就直接可以连上去了 对 确实 好 那这个就很方便 那好 那这个上四位公司 现在您刚讲说 有七百家嘛 对不对 那他们包括新贵 那他们要怎么样去加入这个平台呢 其实我们大概加入平台 其实他只要 因为我们必须有些签约 对 约定彼此的一些的权利义务 所以他只要公司跟我们讲 我们会把合约书寄给他 对 那他签约交给我们 就完成了这个签约的动作 对 那当然到时候 假如公司鼓励发放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平台 来跟我们做申请的动作 我们就会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排程 就会把他通知他 就说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这样子 OK 所以说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说 他要先来跟你们做申请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当他年度要放鼓励之前 先通知吉保结算所 OK 那这其实我想 我如果是上述规公司老板 当然我不是 如果我是的话 我一定很乐意申请 第一个可以节省我的成本 第二个我又可以在我公司治理ESG上面 加一笔 你看我真的有做ESG 我要节能减排 对不对 我有做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上述规公司都要达到一些 ESG相关的规范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很乐意 应该很乐意 因为确实资本的跟电子通知的成本 差距非常的大 很大 对差距非常大 因为你想想看 我要印字纸张 要发挥纸张 要印刷 要邮寄 尤其现在的邮寄成本 其实也是蛮高的 还有很多ETF 债券型的或是股票型ETF 现在都有所谓的月月配 月月配息 受益人如果是多的话 他每个月要发放多少 他不是只一年发一次两次 他是每个月都要发鼓励通知书 那种我想他应该很乐意去申请 确实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我们第一阶段 其实是针对上市上轨新规公司 后面要针对投信 对我们后面 大概我们希望在明年第一季 我们就会针对投信发的ETF 这些来提供服务 那他们一定肯定踊跃申请 对 因为他们真的 那个成本很高 我知道 对 有的ETF受益 人数 那个是到过百万人的 十几万人都有的 那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很补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还有更多的 E-Notice 要请教副理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E-Notice 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处 怪不得吉保节省 积极推动这项业务 那刚才副理也谈到了 就是说 现在第一阶段是针对上税公司 跟新贵公司 后面马上我们要推到这个投信了 这个相关的业者 全部把它抓进来 我想这个业者 大家应该都很 很欢迎这项政策了 因为这个对这个业者来讲也好 或者说对股东来讲 受益人来讲 都其实是双边都是好的事情 我们总是为这个地球的 环保进一份心力 那当然很高兴 基保结算所这样的发想跟推动了 那我看到基保结算所的资料说 哇各位知道吗 我们一年 这个鼓励发放通知几千万份了 这个就要请教副理来谈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基保结算 基保结算所股务部的黄德平 黄副理 在我们的节目下 副理一年要几千万份了 这我都还不知道 有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以去年 就110年的这个资料来做统计了 整个上市上柜新柜公司 大概有鼓励发放的 大概有1538家公司 那假设说他都全部用资本 因为现在都用资本纪 那整个资本纪的话 大概会高达了6200万份 这很惊人 对6200万份 假设说啦 假设说这些我们 所以我们在想 一看到这6200万份 数量那么庞大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部分 能够把它减下来 好 所以这个改成电子通知的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减排 几百万 几百吨 对 因为我们也估算了一下 假设说 全数改采电子通知的话 我们预估大概可以减少碳排417吨 那当然相当于就是三万两千 大概接近三万三千颗树的一个吸碳量了 那也相当于6.5座大安森林的这个效果 OK 那节省的纸张呢 大概可以连接起来可以绕行16圈的台湾 16圈的台湾 对 OK 那叠起来的高度 大概也相当于12.7座的一个台北101大楼的这个高度了 所以你没有把这些数字量化 我们都还没知道说 这实在是很惊人 12座台北101的这个大楼的高度 我不是用纸张 各位想想看那个纸张这么薄薄的纸张这样叠起来 可以叠到这样的12座101 你就知道说 如果说这个发出去的那个耗石啊 包括人力啊 包括整个这个耗费的所有的这个能源 它其实很惊人 所以我们这项政策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政策 节省了417吨的碳排 6.5座的大安森林工业 这样一讲这个量化数字 大家印象就很深刻了 果然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那这边就要继续请教副理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想要这个拿到了这项 我们要参与这项政策 除了您刚刚讲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登录 然后包括用电脑登录以外 那后面我们还可以如何去掌握自己的鼓励资讯呢 就是我们登录进去的话 我们要实际怎么操作呢 好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 有特别提到说有三种管道 吉保的一手掌握的app 各个证券商下单的app 或是用电脑透过评证登进来 这个平台 那一旦我登进去之后 我登进去之后 股东脚首次登进来之后 就必须要先完成注册 然后留下您的email 也会要请您经过这个email的认证 因为这个是我们未来通知的一个管道 所以要请您认证这个email 然后也启动同意能启动同 启用这个enotis的服务 那这个部分 这个透过这样简单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 OK 好 所以以后我就直接可以开app 然后就登录进去 然后就看到了就对了 是 我现在看到了 像我使用这个吉保节奏app进去 我可以看到我所有鼓励发放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哪家公司有发什么鼓励 发什么鼓励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只能看到 我现在目前有什么鼓励 那跟您刚刚所讲的 其实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我现在除了可以看到 我现在有比如说我有连电的话 我有连电的鼓励 对不对 然后可是我还是会收到连电的纸本 那未来我登录进去之后 我就不会收到连电的纸本了 对 然后但是我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三年的这个鼓励的通知 当然要取决那个公司 有没有跟我们公司申请 对 使用这个 现在几乎一半了 我看到您刚刚讲700家 1500家几乎一半 对 就是说我想后面应该大家都会申请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这个更多的公司 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有申请应该都是公司治理不错的 我相信了 对不对 公司老板如果很在乎自己的公司治理 然后很在乎自己的这个成本的节省的话 他一定会去跟你们登记的 他们再不登记的话 那真的是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形容 那我们现在有好像有一个奖励活动 对不对 这个hold conway我们都放在最后来讲 要让大家听到底就对了 是 那因为几宝结算所 当然为了鼓励更多的投资人能够使用这个就是股物事物电子通知 就是所谓Enotice的服务 对 那我们也特别举办了一个抽奖活动 从6月30号 因为我们上线是6月30号 整个活动一直会延续到9月30号 那在这个活动期间 只要投资人您登入了这个Enotice平台 完成了同意开启这个鼓励发放电子通知的一个服务 而且在这个抽奖的期间呢 能够一直维持他启用的状态 就可以参加抽奖 那我们整个总奖金是超过1000万元 哇 对对对 而且最高的奖金大概有 已经有20万 而且是多重性的一个抽奖 好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陆续送出了 大概有一千 一万七千多份的一个早鸟的超商咖啡券 以及也超过了大概一万八千份的一个 超商的一个百元电子礼券 那后面其实我们还有持续的 就是有周周讲不完 月月中大奖 以及惊喜快乐送 大概还有三万多个奖项 而且也大奖都留在这后面 20万这个大奖也留在后面 对对对 例如说我们月月中大奖 大概这里面的奖金大概就有10万 对 5万3万1万 OK这个月月中大奖 那 惊喜快乐送是等到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后 对我们一次抽大概有20万元 大概有五位 OK那等于说就是到9月30号结束之后 9月30号结束以后 5个人会有20万 等于100万就送出去了 对对对是 哇这 现在目前10万人吗 这其实几率不算低 对对对 其实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而且是每周周抽 对啊 这还有最后一个大奖 对对还有 9月30号之后 每月有大奖 对 结束有大奖 对对 那咖啡券是已经发完了 发完了 发完了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找我们鼓励找鸟 所以我们大概只到送到7月7月中旬左右 好了 我想我想要20万了 20万的话我可以喝很多杯咖啡 好等会儿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我就立刻去登记啊 谢谢谢谢 希望那20万的得主就是我 大家不要讲说 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暗装啊 没有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抽奖已经是公开公平公正 是是是绝对公开公平公正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想太多 也许您等会儿呢 听完节目登录 就是您了 那如果您抽到20万 听我们节目去登录的话 请您一定要 要这个抖内一下咖啡给我们 你就说 我听了阮大哥您的节目之后呢 我就去登录了 真的我抽到吉保结论所20万 然后我们真的就好 好好的大家来庆祝一下 有没有抖内给我们是开玩笑了 但很希望大家都能参加这一项 非常好的活动 我觉得是对地球也好 对我们上次会公司 节省成本 然后包括对我们 这个股东收益凭证的人呢 也都好了一件事情 唯独可能就是印刷厂会比较觉得说 我的一笔大生意可能都没了 所以我觉得印刷业迟早要思考一下 未来长线发展上 我们总要做一些转型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办法 为了环保 为了环保了 对了 印刷业这个长期来讲是确实 有一些转型的工作要做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黄副理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业务新的推动 跟最后来讲到一个抽奖的 让大家很兴奋的 谢谢副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